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砍什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党政府從1月4號跟宗盜見面的時候 就承諾說 假使所有中人的權益 沒辦法被保住天堤下面 他絕對不會砍掉七天下 但我們現在很痛心的看到 七天下不只要被砍 休息日根本是謊言 在勞敵法36條保障裡面 七天就有一天作為立架 立架土費天災地變 不能夠挪動 如果施放挪動的話 還需要給下一倍的工資 以及下一天的補休 但現在大家去看看 郭芳瑜在講的是什麼 他所謂勞資共事的是什麼 是休息日 休息日什麼概念 剛剛已經有講到了 完全不是真正的立架的概念 也不是真正休假日的概念 他其實就是一個方便施放 來挪動工資 甚至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加班費 來打發工人的方式 週休二日根本是謊言 七天假卻要被砍掉 假日呢 是不能上班的 上班是一種例外 休息日呢 是可以上班 是可以加班 是可以變成變形工時挪移的 你怎麼可以把 休息日變成是所謂的假日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工時不但不會下降 會嚴重的上升 因為砍掉七天假之後 一年就增加了56個小時的嘛 勞動部是呆子嗎 連基本的算數都不會嗎 這是一個錯誤的修法方向 如果你要降工時 就好好的降 你要用這種錯誤的欺騙社會的方式來降 勞動部宣稱在上次這上個禮拜 把所謂的六百多億還給資方 還是要還給勞工 勞工身體 我們要快攻勞工身體 勞工身體 勞工身體 小英瘋狂光 小英瘋狂光 小夏趕光 小夏趕光 工人瘋狂 工人瘋狂 小英瘋狂 小英瘋狂 勞工人瘋狂 小會 小 makers 小岐 04 最近